有时候,尽管我们感到害怕,我们还是被迫采取行动,这个人救了一只陷入困境的母狼和他哭泣的幼崽,然后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。 奥利弗不得不清理通往他小屋的道路,他已经有几天没去过那里,血堆积了起来,他一到那里就把东西放了进去,然后开始缠血,他很高兴能回去,即使是与人们在一起,即使是他的家人也让他感到疲惫,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可怜的嚎叫。 他经常在小屋里听到狼的嚎叫,但这次有些不同,他无法解释,但听起来像是动物在痛苦中,声音也听起来比他预期的要劲得多。 奥利弗无法忍受有动物受伤,他必须去查看,但他必须小心,受伤的动物可能更危险。 奥利弗朝着声音走去,他引导他直接来到他的土地边缘,他几年前服役结束后购买了这片土地,他需要一个远离人群的宁静之地。 当他走过一个拐角时,他看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,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血,到处都是可怜的狼的血,他的腿被卡在一个小结构物旁边的某个东西里,附近有一些园艺工具。 奥利弗走近一看,发现那是一个水箱,他不知道自己的院子里有一个,他通常完全被草覆盖,现在则完全被积雪覆盖,盖子嗅记斑斑且陈旧,狼一定是踩上去,他的腿穿过了钢铁的锋利边缘,当他试图挣脱时,他的腿被割得很厉害。 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多久了,很多血已经干了,所以肯定有一段时间了,在他去探望父母的时候,周围没有人听到他的请求呼唤,他流了很多血,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不那么好动。 当奥利弗走近时,他开始滴吼,他感到痛苦,也感到害怕,由于被卡住,他变得完全无助,他试图挣脱。 由于这个原因,他再次撕裂了腿上的伤口,鲜血涌出,他努力滴吼,但他太虚弱了,无法抬起头。 奥利弗把他抱起来,放在他从家里带来的雪橇上,狼很大,他无法抱着他回家,也不想伤害他,但如果他躺在雪橇上,他可以在不触摸伤口的情况下拉他,他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,但他知道他并没有像平常那样麻木,将他带回家需要很多努力。 他很重,他从未想过他会为地面上覆盖的雪感到感激,他把他拉回家,然后把他放在与他的房子相连的一个小储藏室里。 房间很暖和,有大窗户和适当的照明,他一直在准备将其用作办公室,但现在他将成为一间狼医院。 他有很多药物,他的狗生病时用过,奥利弗对适用于犬类的哪些药物进行了很多研究, 因为他是合格的医护人员,而且由于他住得离城镇很远,他的设备提供了许多他的狗可能需要的不同药物作为安全预防措施。 现在他可以用它们来救治这只狼,他需要一些帮助减轻疼痛。 他在他另一条腿上进行了一个静脉注射,那是他没有受伤的地方。 当他插入针头时,他醒来了,足够醒来低吼着,然后他开始给他输液和提高血容量的药物,以补充失血后的血液,同时给他止痛药和抗生素,然后让他再次入睡。 但这次似乎更像是自然的睡眠。 奥利弗在伤口区域注射了局部麻醉剂,并开始正确清理它。 他清除了伤口中剩余的所有小钢片,然后切掉了一些看起来不太好的软组织,之后在深处的伤口内放置了缝线。 这花了很长时间,但最终他的腿被包扎好了,他检查了他身体的其余部分,然后大吃一惊,原来狼正在产奶,他是一个妈妈,有些地方有着等待他的幼崽。 想到他们现在独自一人的情景令人震惊,狼妈妈已经被困住一段时间了,他们已经独自一人多久了,他们是否还活着? 这一切将取决于幼崽们的年龄,如果他们还很小,那么可能已经太晚找到他们了。 奥利弗知道这可能是一次徒劳的尝试,但他不得不试一试,他拿来食物和水,然后解开了口套,他再次醒来,他必须离开那里,他留下窗户足够敞开,以便他可以从外面打开它,然后他走出房间,从窗户看着它,狼嗅了嗅空气,看到了食物, 但他并没有首先吃它,相反,他喝了点水,然后慢慢吃了几口,但他的腿还站不稳,吃了几口后,他被迫躺下。 他试图站起来走动,但他走不远,血液流失和脱水让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 与此同时,他可能迫切希望回到他的幼崽身边,但他病得太重了,无法走到他们那里。 奥利弗关了房间的门,如果狼试图在他目前的状态下自行离开,那么他将无法度过这个夜晚,有了狼妈妈的照顾。 现在是时候去寻找幼崽了,他拿了一个野餐篮和一些小肉零食,然后出发了,他回到他发现狼的地方,周围有许多足迹,但他的足迹大部分都消失了,指向远离水池。 自从他被困住后,血下得很大,很难找到他的足迹,但奥利弗是一位专业的追踪者,他能够追踪到那里,并为他指明了搜索方向。 他走了一会儿,然后意识到他可能知道足迹将他引向何处,前方有一个山洞,狼经常在那里筑巢,妈妈微弱的足迹直指洞口,洞外有许多较小的足迹,大部分都是新鲜的,这给了奥利弗希望。 他们在不久前还活着,他开始呼唤他们,发出狼的声音,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又害怕又饥饿,但狼仔很快从洞里出来,他们正在痛苦地哭泣,这些可怜的狼仔需要他们的母亲,他们可能已经大约一个月大了,他给他们每个人小块肉,他们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,然后他开始把他们一个个地抱起,放进他带来的篮子里,他把他们全部收拾好。 然后进入山洞,确保没有漏掉任何一个,他用手电筒检查山洞。 扫描周围的区域,差点错过了,突然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,他回头看到一个狼仔正视图藏在一些岩石下面, 奥利福走过去抱起狼仔,但他立刻开始像他的母亲一样咆哮,虽然他的小身躯只允许他尽量凶猛,但当奥利福提供食物时,饥饿感马上打消了,他吃了一点,然后当奥利福把他放进篮子里时, 他平静下来,蜷缩在他的兄弟姐妹中间,是时候把这些小家伙带回他们的妈妈那里了。 他再次检查,确保没有其他成年狼的足迹,他不想绑架错狼的幼仔,但他找不到任何其他成年狼在洞里待过几天,心里安顿下来。 他带着沉重的篮子出了房门,将幼仔的篮子放下,打开盖子,他们一定闻到了他们的母亲,他们都发出了小小的声音。 母郎听到声音,坐起来在办公室里张望,奥利福打开门,将篮子横放,这样小幼仔就可以出来,然后他走到一边,他走到窗前观看这场团聚,幼仔们跑向母郎,他站起身来,检查了每一个幼仔, 给予他们关爱,铁食着每一只幼仔,还嗅了嗅他们,此时,他的腿突然弯曲,他回到地上,有了幼仔陪伴,他一定感到如释重负,他显得更加放松,不再频繁尝试站起来或出去,他通过窗户为他们提供食物,以确保他们安全,并确保他们得到关爱,与此同时,他不得不取下绷带和书液,并检查伤口。 他给了他一块肉,里面放了一颗药丸,以确保幼仔不会先吃到,他把它放在他用来摘高树上,果实的长钢制工具上,然后透过窗户递给母郎,他迅速抓住了,不久后,他就开始打盹,现在他的健康状况更加稳定,药丸只会让他放松,而不会使他陷入深度睡眠,他必须迅速行动, 然后,狼也会想要保护他的幼崽,他能看到到目前为止,他对它们并没有构成威胁,但他不能冒险,他匆忙进去,把口套重新戴在他的脸上。 他醒来,令人震惊的是,在他的周围,他似乎非常放松,就好像他理解他正在帮助他一样,他给了他另一轮抗生素,以确保他不会感染。 然后,他取出了书液,清理了伤口,接下来,他将受伤的爪子上的绷带取了下来,看起来比他刚带他进来时好多了,所有的松散部分都已经长好了,深处的伤口看起来不红,也不感觉温暖,他给他的缝线将自行溶解,狼的状况好多了,他也似乎不再那么虚弱,在他处理他的同时,他再次入睡, 并在他的伤口上涂抹了更多的药膏,他摘下口套,走到外面,门现在是永久开着的,他们可以随意进出,当狼妈妈准备好时,他可以回家了,他身上没有像绷带那样的东西,他状况良好,只是时间的问题,他们迟早会离开,第二天早上,当他走出来时,他们正在花园里玩耍。 狼妈妈试图和他的幼崽一起四处奔跑,但他也经常坐下来,他每天早上都给他们喂食,当奥利福走出去时,幼崽们就在门廊等着和他一起玩,这样他就可以给他们挠头,他知道自己可能不应该对他们产生太多感情,毕竟他们是野生狼,但和他们一起玩是很有趣的,他们太可爱了, 这成了一个有趣的早晨例行活动,然后有一天,当奥利福带着零食出来时,他很吃惊,院子里完全空无一物,没有任何动静,他去检查自己的办公室,但那里也是空的,狼家族已经消失了,他没有看到他们离开,这有点令人难过。 他们离开了,而他没有说再见,他曾希望看到他们进入森林自由自在,但他在知道他们健康,安全,自由的情况下感到欣慰,即使他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,或者至少他曾经这样认为,这个人救了困在陷阱里的狼妈妈和他哭泣的幼崽,但现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将要发生,血已经融化,春天在空气中挑荡, 所有的花朵都在盛开,这是一年中美好的时光。 奥利福在他新装修的办公室里辛勤工作,但天气太好了,他很疲惫,于是决定休息一天,出去玩耍,他制作了些三明治,然后拿吊杆,出发去了河边,他坐在树下,轻松地度过时光,突然间,有什么东西从树丛中出现,狼走出树林,向他冲来,他来不及喘口气。 其中一只跳到了他身上,然后他仔细看着这些狼,他们一点也不具有攻击性,他们兴奋地看着他,他们还很年轻,还不是完全成年的狼,另一只较大的狼走出树林,他的腿上有一些完全愈合的伤疤, 那是妈妈狼和他的幼崽,狼妈妈躺在远处,看着幼崽们在他身上蹦跳,他们比奥利福上次见到他们时要大得多,但他们仍然是快乐的幼崽。 他们和奥利福一起玩了几个小时,他们的母亲等待着他们,吃了他三明治里的肉块。 那天晚些时候,狼妈妈站起来准备离开,起初,幼崽们没太在意,然后他对他们废了一声,他们都走向他,这一次他可以看着他们离开, 他知道自己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们,在树线的边缘,狼停了下来,转身开始嚎叫,幼崽们也跟着加入,感觉他们在感谢他,告别他,他擦了擦眼泪,向他们挥手,他知道这有点傻,但这次精力深深地触动了他,拯救这些动物填补了他心中一个他之前没有意识到的空白,从服役归来后,他一直感到麻木。 但现在这些狼通过帮助他们,让他看到生命的美丽,帮助他疗愈。